好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這個美元的霸權 是不是又要衰敗了 連川普都這樣看 因為最近大家都在講說 好像大家都去美元化 連川普現在都講說 果然在拜登的領導之下 人民幣正在取代美元 成為世界的頭號貨幣 他說美元正在崩潰當中 再也不是世界的標準了 這可是拜登領導之下 發生的事情 這也將會是美國歷史上的 最大失敗 那我們被降為第二梯次 連馬斯克就是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的執行長創辦人 他講說巴菲特 應該要取代掉葉倫 變成美國的財政部長 而且很多的專家在講說 現在看起來 這個強勢美元已經走到頭了 現在這個利差縮窄 看起來美元今年就會轉弱 路透社就引述了 90名外匯的策略師 平均預期 美元將在未來的一年之內 就會出現這個轉弱的趨勢 大概可能未來一年半 會貶值大概15%左右 連福斯的主持人都怒斥拜登 對於俄羅斯的政策 就是加速了俄羅斯 還有一些中等的這種 發展中的國家 去美元化的進程 因為你拜登不斷的在 這個國情資文當中吹噓 說什麼 他讓俄羅斯的盧布 貶值了30個百分點 然後還歡呼說做得真好 可是後來慢慢回來他也沒有講 但是現在美元卻是迎來了得不償失的勝利 那現在美元到底怎麼辦呢 這個我們看到華盛頓郵報講說 用他國的錢做儲備需要信心 美國正在失去誠信 叫中國等其他國家如何信任 所以難怪大家都在去美元化 那沙國在這一個禮拜之內 為著去美元化做了很多事情 四件事 一個是說他現在開始減產石油 而且在中國建造煉油廠 另一個是他跟中國 俄羅斯 還有印度 巴基斯坦 還有四個中亞國家 正在建立貿易聯盟 還有跟印度來合作建立投資的橋樑 肯亞跟沙國 阿聯酋也簽署了協議 肯亞要用一個非美元來購買石油 肯亞總統還告訴說 呼籲國民 大家都來擺脫美元吧 那那個華爾街分析師就講 現在看起來石油美元 已經進入到了黃昏 還不只如此 你看像是法國巴西 拋棄美元現在開始改用人民幣 連這個沙國 瑞士 以色列也在跟進 已經敲響了美元的喪鐘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像 接二連三的骨牌效應已經在產生了 那美國不斷的抗中 現在要吃憋了 這個TikTok的廣告支出 他現在不怕禁令 現在這個百事可樂 還有蘋果 Amazon 他們東東都在加碼 這個TikTok的廣告支出 以事實擺在眼前 流量為王 現在那麼多人在使用TikTok 所以他就說 未來在三月開始 他們要加注11% 甚至有75%的美國企業 考慮在未來之內 一年之內要在TikTok播放 這個廣告的經費跟比例 通通都要大幅的增加 那中國駐日本的大使 這個吳江浩 他對美方說了一番話 這個其實美方真的要聽進去 他說 喊別人吃藥治不好自己的病 造別人的謠也 震不了自己的名 所以一直打壓別人 無理打壓別國的企業 恐怕這樣的脅迫 最後會害到美國自己 首先我們來請教亮哥 這個美元 事實上 這個TikTok他是一語成稱 結果他那個時候就說 你不要在那邊搞蘆布 那個時候要動用Swift 拜登就認為勝券在握 結果你事實上就是摧毀了 美元的信用 因為人家信任你 有一萬一千多家金融機構 加入Swift 就是相信你不會亂來 對不對 結果你竟然真的亂來 這樣子變成說你的政治定義 認為誰是你眼中的對手 那你就可以制裁別人 這個世界上有錢的國家 當然就開始擔心了 對不對 俄羅斯因為他是資源大國 另外的資源大國中東 就立刻想到自己了 中東也是資源大國 而且他也不是什麼民主國家 那更不要講中國 所以各地的資源就開始動搖了 後來參與制裁俄羅斯的國家 只有48國 有很多國家沒有加入 比如說印度 比如說東南亞的國家 他們也會開始想說 哪一天會不會拜登也看不順眼 所以就紛紛開始湧現了 我們且不要說他找到了 第三種貨幣 不一定 就美元歐元之外 有時候就先我用我自己的貨幣 我減少我美元資產的持分 這個就已經在世界上就展開了 因為拜登我覺得他是毀了美元 在世界上人家本來給予你的信任 那這一個當然就造成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 把美國當作這個金融風險 最大變數就美國政府 那我們且沒有講 他們所碰到的經濟問題 比如說你升息升到這個階段 那你還能升到哪裡 所以美元眼看就要進入 我們說這個升值循環 大概就升息循環就結束了 所以美元大概即將貶值了吧 會結束了嗎 我是說有人會這樣看 因為你已經升到5.125了 你還能升到哪裡 因為包爾好像還要再升一次 我知道那你在升 你的不動產的房貸利率撐得住嗎 現在30年的上用不動產的利率 已經7%了 我就不相信 我跟你講即使有些是早先 人家簽的不動產約 那個利率大概只有2 可是現在至今成本 對銀行也受不了 等於他每一個 他每天都在虧錢 如果是新貸款的7% 我看你怎麼負擔得住 所以這個一定會連動到 有些人付不出貸款 或者是 然後他的主要的 都是中小型的銀行 所以人家也會去想 你這個美國是不是後面有一大堆 金融危機要出現 所以我還是把錢弄走 對 所以前一陣子不是跑走了2400億 就是人家也開始對你的流動性 開始不信任 認為你的升息大概快到頂了 然後你這個國家 又常會濫用你的政治權利 想要制裁別人 所以就造成了美元 很多人在去美元化 好 賴老師 我在之前美元是無法撼動 所以不管你再怎麼 心不甘情不厭 例如說2008年的 美國的二次信貸 造成全世界這麼大的傷害 那你再怎麼生氣 再怎麼憤怒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你只能夠繼續 就這樣過日子 可是我覺得在今天來講 美元已經鬆動了 大家也看到人民幣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覺得群奇的逃亡潮 開始出現了 因為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就會鬆動美國的 美元的霸權地位 再加上我們也很明顯的看到 因為歐洲 歐盟 也曾經受過美國的迫害 歐元剛出來的時候 美元在當時 美國也在打壓歐元 因為他們想把歐洲打垮 所以歐洲就爆發了 財政的金融危機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因為 對歐元的快速升值 而快速升值跟美國也有關係 本來歐元剛問世的時候 它跟美元的比重 大概是接近是1比0.9多 結果之後變成1比1.5 太高了 歐元很多靠觀光起家的這些國家 也就是服務業為主的國家 像希臘 義大利等等 西班牙 葡萄牙 他們根本都活不下去 所以倒的倒 那麼破產的破產 現在的情況就是 法國也開了第一槍了 也就是法國很明顯的看到 美元鬆動了 人民幣有可能可以 不是說取代美元 而是可以把美元再往下壓一點 如果能夠把美元壓在 跟歐元比重差不多 或是比歐元低一點 把人民幣再抬高一點 這個三足鼎立 使美元就沒有辦法 再成為一個唯一的霸權 也就是多元的金融 國際金融體系 這個對於歐元來說 是一件好事情 不是一件壞事情 不然的話你絕對看不到 法國會出動這一手 也就是說我的液化天然氣 我的買賣竟然是用人民幣 來做交易 我覺得法國的這個動作 其實也是在釋放出一個訊號 換言之也就是說 他們也 歐洲至少法國幾個金融大國 經濟大國 他們也要藉這個機會 把美元在國際間的份額 再減少一點 他們要出一把力了 所以現在除了俄羅斯以外 沙特 阿拉伯海灣國家 伊朗 或者是你看到的 東盟的國家南非 金磚五國 包括印度等 他們都紛紛的在跳船 在開始減持美元 我們並不是說美元就崩潰了 我們也不是說美元的時代就結束 而是美元的霸權 唯一霸權的時代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會一直往下走 它隨著時間一直往下的時候 它的時代會結束 所以三權鼎立的環境越來越成熟 也就是美元 歐元 人民幣的 為人類的最三塊主要貨幣 然後輔助英鎊跟日元 我覺得這個情況會越來越出現 甚至印度的蘆布 未來慢慢的有一點空間 也不能排除 所以你其實可以看到 像是連沙國 甚至以色列跟美國關係那麼好的 現在通通都開始在拋售美債 甚至在降低一些 他們這個美元的儲備 改用人民幣 我們來問一下 蔣君 對 美元霸權走下坡這是趨勢 而且長期的趨勢 因為它四大結構的問題沒辦法解決 第一個 美國國債很嚴重 31.6兆 你這個相當沉重 我們台灣今天所持有的 外匯存體是5580億美元 但是就有2050億是買美債 很重 我們40%是買美債 持有美債 美債太重了 你這種包袱 你就沒辦法 像葉倫 要不換成葉倫 這個是無關緊要 結構性問題 非戰之罪是沒有辦法 第二個我們知道 貿易赤字太高 美國每一年9000多億的貿易赤字 一直在入超 一直在逆差 沒有辦法 這沒辦法克服的話 你美國的美元霸權一定要走下坡 第三個美國發展赤字